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堆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如果你认为钱是罪恶的,钱并没有很重要,那么你应该丢到这些想法。 钱当然很重要了,它和食物一样重要。 它为学医的学生提供进入学校大门的入场券,从而造就一批又一批医生,它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提供帮助。 你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需要用金钱来购买。 你的休假计划离了钱,将成为一纸空谈。 没有什么能代替金钱,它能做的事情很多。 本期节目和你分享关于金钱的八个观点,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吧。 观点一,金钱很重要。 金钱是你为其他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所换来的酬劳。 同时,你也可以用它来获得其他人为你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你可以通过计算你收到的服务费来准确地衡量你为社会创造的价值。 你可能会听到其他人说金钱无法购买幸福,但是没有钱你将会变得不幸。 金钱给你带来温暖的家,并且帮助你养出健康的孩子。 你可以使用金钱购买生日礼物,也可以用金钱支付大学的学费。 金钱可以让你拥有一次愉快的出国旅行。 金钱可以帮助那些不幸的人,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总之,金钱很重要。 观点二,你被支付的金钱数量总是与你所做事情的需求、难度和替换你的难易程度、成正比。 并不是说积累到大量的财富是重要的。 而是说,在你需要的时候,拥有金钱是很重要的。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金钱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它在世界上是流通的,大家认定金钱可以用来交换物品。 从这个角度看,钻石比煤块更有价值。 尽管它们的分子结构都是由C组成的,但是钻石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你随时可以用钻石来交换其他物品。 就像在某种条件下,煤块是可以变成钻石的。 通过一些方式,你可以快速增加你对世界的价值。 记住下面这个公式,你被支付的金钱数量总是与你所做事情的需求、难度和替换你的难易程度成正比。 拥有高级技能的人在市场上的价值要高于普通人。 没有技能的人可以很容易地被他人替代。 这并不是说拥有高级技能的人比其他人更好或者更重要。 请记住,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只谈关于钱的话题。 就生命的意义来看,一个保安和一个脑外科医生同等重要,但是他们的收入却有很大差别。 这无可否认,这和他们所做工作的需求、能力以及替换他们的难易程度成正比。 一个受过培训的人可以在几周内完成清洁和维修电器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替代的人来做。 脑外科医生花费数年的时间学习他的专业,在学习的过程中牺牲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 也就是说,培养一名脑外科医生需要极高的成本,他不能轻易地被其他人取代。 结果自然是脑外科医生一个小时可以赚到一名保安一年赚到的钱。 这是用来说明收入和需求、技能以及供给之间关系的案例。 可能有些极端,但这就是商业的规律。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一个人的收入没有上限,他们的收入与他们工作的需求、技能以及替换他们的难易程度成正比。 所以说,想要不劳而户的想法是荒谬的。 观点三,供需关系决定你的收入天花板。 一个顶级骑师每年都能赚到很多钱,如果他骑的马赢得比赛,那么他可以获得奖金。 你可能会说,骑马比赛没有创造实际的价值,他们不该有那么高的收入。 但是市场有这个需求,这就像演艺界的明星,他们的收入普遍很高,这和供需市场密切相关。 这是我们需要为生活做好准备的原因。 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的收入,你需要找到那些提供高薪水并且你能够胜任的工作。 有时候这可能和运气有关,然而我们理解的运气是,当机遇发生的时候,你能抓住它。 当一个很好的机会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如果你好无准备,你不仅无法抓住这个机会,而且还会让你显得有些笨拙。 对每个人来说,机会就在身边,你抓住机会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准备的情况。 你会惊讶于,有那么多人想要更多的收入,但是他们又不想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改变和学习。 在他们拥有足够的能力之前,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收入。 就像一个人想要一个健康的体重,但是他又不想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一样,这完全是不现实的。 观点四,如果你想增加你的收入,就提升自己的价值。 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贫富差距问题。 就北美的人均GDP来看,他们已经很富有了。 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北美人民的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距。 北美普通工人和社会上最富有的人在基本生活保障上差别不大。 一个劳动人民几乎拥有关于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食物同样好,同样充足,他们的床同样舒适。 他们的家在冬天同样温暖,他们有完全相同的时间,也可能有更多的自由。 他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约为75岁,然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寿命不到60岁。 他们拥有地球上五分之二以上的汽车,所以在谈论金钱的时候,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已经很富有了。 你需要多少钱才能按照你想要的方式生活,拥有多少钱才算是实现了你的目标。 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想要的钱比他们实际挣到的少很多,你以你的工作方式挣钱,你会得到你应得的, 但不会多收到一分钱。 有一个谚语这样说,如果你为一秒钟和生命讨价还价,生命绝不会付出更多。 就是这样,你不会得到不属于你的那部分,但是你赚取的回报永远与你提供的服务成正比。 如果你不喜欢你的收入,你必须想出办法。 这意味着增加或者提高你的服务水准,你的服务必须来自你的头脑、能力和时间。 强大的人无法让一个弱小的人变强,但是一个弱小的人可以通过自我改变或足够长的时间让自己变得强大,而一个强大的人可以变得更加强大。 金钱也是一样,拒绝去做应得报酬之外的工作,那么你就无法通过做更多的工作来获得更多的报酬。 你可能听过有人这样说,我为什么要为我现在得到的钱而付出额外的努力? 正是这种态度比任何事情都更能让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他们不明白这一点,只有当他们的价值增长时,他们的收入才会增加。 观点五,明确知道自己想要挣多少钱,然后专注于做事和提升自己。 只有取得非凡成就的人才能得到生活的满足和内心的平静。 为了实现这一点,你必须采取两个清晰的步骤。 首先你必须知道你到底想要多少钱,给自己一个确定的数额。 一旦你做出这个决定,第二步就是忘掉钱,集中精力去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直到你通过不断的努力,自然地赚取到你追求的收入为止。 一旦你完全符合你追求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 你很快就会挣到那些钱,你会发现,凭借你拥有的能力和力量, 这并不比你现在为挣钱所付出的更多,甚至比你现在为挣钱所做的事情更容易。 问问你自己,你希望挣多少钱? 明白你挣到的钱将与你所做工作需要的能力成正比。 如果你对自己挣多少钱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欢迎来对经济域交流社区抛砖引玉,集思广益。 也许你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 这是一个聚集大量优秀年轻人的网络社区, 涵盖各种主题,包括如何经营YouTube, 如何网络赚钱,如何个人理财等等。 对经济域交流社区还会不定时分享社区福利, 例如免费课程、电子书和各种软件。 免费加入链接我放在资讯栏,期待和你在这里相遇。 观点六,设定年收入、总资产和退休金的目标。 你应该思考关于你的三笔钱, 首先是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赚取的年收入, 其次是你希望在储蓄或投资账户中拥有的金额。 最后是你想要的退休金。 现在大多数人都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他们从不决定这三笔钱中的任何一笔。 如果你对这三个账户有清晰的认知, 并把它们写在一张随身携带的卡片上, 放在可以随时查看的地方, 你会自然而然地关注这三笔钱。 你会有一个未来的计划, 一个未来财务成就的蓝图。 你会知道你的目标, 如果你在未来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关于这三个账户, 那么你最终会达成你的目标。 仅仅是设定目标却不去行动, 你将会陷入麻烦, 你迟早会发现留给你的是悲伤和遗憾。 相反,在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已经做好了准备, 并且采取行动, 牢牢抓住它, 你的收入会增长到你寻求的规模。 因此, 你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生命、 财富和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观点七, 你收入的唯一限制是你自己。 有两种对待金钱的方式, 大多数人降低了他们的支出以适应他们的收入, 还有少数人通过努力使他们的收入符合他们的需求。 你必须决定哪个最适合你。 富兰克林告诉我们他的致富秘诀, 通往财富之路在于增加我们的财富或减少我们的欲望, 两者都可以, 但获得财富的最快方式是同时做到两者。 当你写下你想赚取的年收入时, 你知道它是否是你从事工作的平均收入水平。 你期望的数字很有可能高于平均收入水平, 也许远高于平均收入水平。 这没什么问题, 现在问问你自己, 你这一行的人谁可以挣到这笔钱, 然后思考你需要做什么才能达到他的收入水平。 我无法了解你的业务范围, 但无论你从事何种业务, 他都需要新的开拓者。 在未来的岁月中, 市场不断发展, 一切都在扩张。 最迫切的需要是一个有现身精神, 有能力的人, 他能够领导这个领域, 也能够领导其他人。 美国的一些高官曾经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 文员, 律师, 服务站, 销售文员, 收发室文员, 速记员, 机械师等。 现在明白我要说的话, 它会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你想要的一切。 重要的不是你目前的状况, 而是你下定决心要完成的重要目标。 你收入的唯一限制是你自己, 你决定要获得的收入, 可以在你现在的工作行业或职业的框架内实现。 你所需要的只是计划和勇气去追寻你的目标, 你要知道你会遇到挫折, 也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能阻止你的计划。 以坚定的态度和决心, 记下你打算赚取的收入, 每天花一些时间思考如何增加服务来让你的收入增加。 因为你想赚到更多的收入, 你需要讨价还价的是如何增加更多的服务, 直到你实现你的目标为止。 观点八,设定一个财务目标并明白金钱的意义。 通过设定财务目标表明你的信心, 你会发现你会开始成为别人所说的幸运者, 你会开始有好的预感和想法, 你会更感兴趣关于你在公司工作的一切, 你会在工作中看到机会和你从未注意到的细节。 事实上你很快就会发现你不再是之前的那个人, 你会不再关心其他人如何做他们的工作, 并更多的关注你自己, 你会激励他人更好地完成他们的工作, 对自己有信心, 你会实现你的目标, 你寻求的答案终有一天会到来。 在你追求金钱的道路上, 首先要明白金钱的意义, 金钱就像幸福一样是一种结果, 有价值的服务带来金钱的收入, 金钱是你可以更好的生活的工具, 让你看到更多的世界, 金钱为年轻人提供他们需要的教育和一个好的人生开端, 金钱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 但是你也需要取之有度, 你只需要一日三餐就能享受健康, 你只需要一定数量的钱就能过上舒适, 安全和良好的生活。 过分强调金钱你会迷失自己, 然后你成为仆人, 钱成为主人。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 有钱真好, 有钱能买到东西, 但它也是商品, 偶尔检查一下并确保你没有丢失那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也许现在你可能根本不知道, 你将如何实现增加额外收入的目标, 这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唯一真的重要的是, 你知道你想要什么, 然后为你想要的去做些什么。 如果你这样做, 你一定会达成你所期望的目标, 合理规划你的财务目标, 当你达到目标时, 你可以设定更高的目标, 试图跳得太远, 通常会导致混乱, 紧张担心, 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采取一些符合逻辑的步骤。 记住, 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你想要什么, 并且你明白你的收入, 将与你的服务成正比。 也就是说, 你必须想出一些方法, 让自己成为一个物有所值的人。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对经济域, 喜欢我们的节目,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还有关注, 更多精彩, 我们期待与你分享。